昨天盘中说会跌得怀疑人生,有个朋友反驳,最近三千来个大阳线,就要改变你的信仰,当时回答他,个人没有信仰,短信交易,只看我看得懂的,只买我觉得可以买的,根据市场出现的变化,去摸索,赚了不傲娇,亏了不欺买。 今天行情涨了,出现了别人口中的大阳,买了两成仓参与,只是感觉出现可以买两成的机遇,先说为什么买,有两点理由。 第一,今天大盘高开,快速上涨,几分钟上证就涨了二十点,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现象,涨得加速到三千加,跌得加速,只有五百不到, 就是说今天开盘在各种消息的呵护下,大家都有点涨的意思,不是昨天的那种大盘涨个股不动还跌的情况,这是一个改变,这个才是大盘反弹的正确打开方式,大盘涨,个股也会涨,有机会就可以参与。 第二,这个分时好厉害,可以看到大V型翻转,一波快速上涨以后,快速下跌改变日线趋势,然后再次快速拉起来改变趋势,中午收盘创新高。 分时凶猛,个人是在上证涨十个点左右的时候买进,因为再从跌十个点到涨十个点更快速,正常在前面一波下跌,以后我是不会进的。 金钱买是预计中国石油涨,涨多少不知道,但是起码不会跌,因为石油期货涨停了。 再看到招商银行很强势,上证涨十个点时候它新高,感觉金钱或者后面盘子,不会继续加速下跌,会调整。 再说下为什么只买两成,第一,风险事件依然在,汇率和贸易摩擦的问题依然在这里,搞不好那天就出问题,个人一直认为汇率风险是大风险。 顶看这个人民币日线兔,出消息,那天跌长上影,昨天直接长下影,基本生负因为消息带来的下跌,而且今天还是在涨。 没有下跌,明显是看变质的更多,市场强弱,一目了然,后期一旦突破前面的6.9,高点,技术上涨多少都可以,个人认为风险巨大。 第二,大盘持续大涨的动力不足,今天的上涨,是原油,银行带起来,他们的基本环境和昨天差不多,后期想持续大涨不现实,只要不大涨,这么弱势的情况下,就容易跌。 DUF现在涨了1.5%,涨不少了,感觉继续大涨新高的概率不大,会有回调下去,在30或者就现在的40点左右收盘。 一旦真的只有30点收盘,日线上看不出强势反弹。 这个星期后面几天应该都是小福整,等星期五获这新的消息,今天直接大涨2%以上,明天继续大涨概率很低,哼排整理等消息概率大。 量成是看在今天能补涨的最大额度了,至于买什么这里就不公开了。 今天的上涨你们买了吗?买了多少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